真学佛的人 头一桩事情 把贪嗔痴打掉 释迦牟尼佛当年才是 一辈子 为我们实现 你看这生活多简单 日中一世 树下一宿 三一一波 快乐无比 你活比 希望拥有那么多的财富 你一家糊涂 那财富是你的吗 我们在讲习 我也讲了好多次 你身上口袋里头 带的那多少钱 那是你的 不在你身上 都不是你的 你知道吧 我身上穿着衣服 衣服是我的 没有穿在身上的不是我的 你住在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你的 离开这个房子 房子不是你的 你也能常坐如是惯了 你就知足常诺了 你要再多 不是你的 放在银行里 没用啊 不是你的 那银行会倒闭 现在这个金融危机 外国银行倒闭的很多 什么东西 是极功累德 是真的 是自己的 你能孝顺父母 你能尊重长辈 你能爱护一切众生 这个功德带得去的 这是真正 是你自己的 那身外之物啊 全是假的 一样都带不去 这是佛法的常讲的 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要干带得去的事情 带不去的 千万不要干